《京华风云录》 卷三 夏都志义 作者 金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28章 古岭遍地闷雷声 彭德怀感到欣慰的是 神仙会六个组针对彭德怀同志意见书所展开的讨论并没有形成批判的局面 且多数人的发言均直接或是间接地认同了他的看法 大家甚至避免使用意见书这个毛泽东强加给他的恶名 而实事求是的称作 彭总给主席的信 很显然 毛泽东预置他于对立面的意愿受到了党内同志的抵制 国民经济被弄到今天这种全面紧张 空前困难 总不能叫大家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 长时期统帅大军东征西讨的戎马生涯 彭德怀养成了纵览全局 分析强弱的思维习惯 通过每天的会议简报 加上周小周 周慧 李瑞等人带给他的信息 他注意到 他的那封信因事先未经在山上的四位常委讨论 于是包括刘少奇 朱德在内的大人物们 都是各说各话了 刘少奇在出席林铁任组长的第一组讨论会时 提出三个发人深省的尖锐问题 1.1958年是左倾错误还是右倾错误 2.从去年8月北戴河会议到11月郑州会议的三个月时间里 是否犯了路线错误 3.今年的1300万吨钢铁指标是否右倾 3000万吨是否左倾 这三个讨论题目在各组进行了传达 可见 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 党中央第一副主席 仍然公开支持批左 而不是反右 在以科庆市为组长的第二组 发言最为踊跃 胡乔木说 在这次会议上 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 为此就要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 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 不要感觉拘束 不要一提出问题 好像就在怀疑成绩 是在把缺点夸大了 缺点不应该夸大 也不应该缩小 应该有什么说什么 不要戴帽子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说 去年农业部做了很多措施 全国粮食产量爆了7500亿斤 现在落实为3800亿斤 高出近一倍 棉花爆了6700万吨 现在落实为4300万吨 也高出三分之一 我们主管部门要负主要责任 我认为彭总写信 态度是好的 把问题直接了当提出来 引起大家讨论 起了好作用 这种精神应该学习 水电部副部长刘兰波说 彭总给主席的信 有意见就说出来 是好的 主席也讲过多次 要大家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应当提倡这种精神 周小舟说 我的看法 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 只有如此才能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 今后不再重复去年的失误 彭总的信 总的精神是好的 我是同意的 至于某些词句提法 分寸可以斟酌 但属于次要的问题 唯有梁荒闹得最厉害的甘肃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不点名地批评了彭德怀的信 从甘肃去年大跃进情况看 是得多于失 绝不是得不偿失 甘肃去年的粮食落实为120亿斤 比1957年增长41% 全省并不缺粮食 奇怪的是 作为组长的科庆师虽然也有发言 但对于彭德怀的信 只字不提 在陶铸任组长的第三组 朱德的发言含蓄 稳健地支持了彭德怀的信 他劝告全党干部不要再搞浮夸 要脚踏实地 学会当家过日子 清工业部部长贾托夫说 彭总的信 总的精神很好 有利于会议讨论的深入 国防部第五部部长万亿说 同意彭总的信的内容 党内军内都应提倡讲真话 反映真实情况 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陶铸做了长篇发言 却一改前些天的检讨认错 而畅谈大跃进的经验和成绩 以及保卫三面红旗的决心 他态度鲜明地表示 不能同意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内容 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不当 而在于总的精神有问题 在第三组 认为彭德怀的信有问题的人 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第一副部长陈正仁 商业部长陈子华 元帅贺龙 陈正仁说 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并不紧张 不存在饥荒 现在农村的问题不是浮夸 而是满产 陈子华说 总路线的三句话 15年超英赶美 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敢想敢干 都是大跃进的动力 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贺龙元帅则揭发一件事 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 如果不是中国公认农民好 去年可能要请红军来 在李景泉任组长的第四组 一级部部长赵尔璐在发言中说 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续现象 已使中央和主席的微信受到影响 造成一定的被动 从这种心情出发 对彭总的信感到认同 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嘉更说得直截了当 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 大跃进的主要倾向肯定不是右 当然就是左 彭总并未说党的路线左了 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 这是对的 副总理李先念在发言中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 而说了四点 一 农村公共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 不应强制推行 二 公社问题 步子走得快了点 对农民的觉悟和干部的水平估计过高 三 综合平衡问题 是大跃进中一条主要的经验教训 四 小羊群练钢 需要大力整顿 王仁仲在发言时 一方面检讨去年工作中的失误 另一方面则坚决反驳经济建设中的主要危险来自左的观点 强调右倾保守仍是主要障碍 得不偿失的说法必须批判 公共食堂方向正确 仍然应该坚持办下去 李景全在发言中 只字不提彭德怀的信 只谈了公社问题 占人口多数的贫下中农 心情舒畅 劳动积极 办公几制 多数农民是赞成的 公共食堂对组织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是情有独钟的 彭德怀本人在第四组 也有个简短的发言 原本说15号要避讳 觉得有些意见没讲完 心里放不下 去找毛泽东同志谈 又未谈成 才仓促写了封信公参考 这封信文字上 逻辑上有些缺点 被印发出来深感不安 请求会后收回 以免向下扩散 给党造成某些不利的影响 奇怪的是 第四组还有几位重量级人物 如彭真 康生 肖华 安子文都保持着某种叙事待发的沉默 在张德生任组长的第五组 黄克成做了旗帜鲜明的发言 他没有提到彭德怀的信 只是对去年的大跃进讲了三条 一 农业生产成绩全面孤高 二 经济比例失调 三 计划指标过大 去年兴了铺张浪费之风 到处给领导人盖别墅 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 我虽然也吃了 玩了 但不舒服 带细班子上山的办法不可取 我们对群众讲勤俭持家 要求下面几个月不吃肉 可我们自己却吃这么好 行吗 现在粮食的紧张状况是解放以来所没有过的 党和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 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受到影响 同组的另一位重要人物 公安部长罗瑞卿没有发言 在欧阳亲任组长的第六组 包括聂荣贞元帅在内的大多数发言者 均认为彭德怀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讨论问题有推动作用 精神是好的 是赤胆忠心的 从某些具体问题看 缺点可能是三个 四个 五个指头的比例 说它是一种左的倾向也未尝不可 但从总的形式看 还是成绩为主 问题在于缺乏经验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 但以不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倾向为好 综合以上各组讨论情况 彭德怀初步认定 除少数人昧了良心讲话外 大多数同志对他的信持肯定态度 公道自在人心 为党为国为民 他即使面对再大的压力 也无悔无愧 老毛本事再大 也不能无视党内大多数人的看法 继续倒行逆施 纵容党内不正派的人物弄虚作假 伤天害理 硬把欠收吹丰收 严重缺粮 吹成粮食富足吧 另说柯庆诗 李景全等人却是心机周密 谋略老道 他们的方针是会上少说 会下动作 他们和毛泽东主席一样 视彭德怀的信为一道战书 如不应战 便不利为有利 等着他们的便是被迫下台的厄运 他们自认在去年的大跃进成败得失上 和毛主席荣辱与共 修期相关 他们唯有拉住毛主席 促成毛主席下大决心整肃彭德怀 才可保住权位 利于不败 在党内 毛泽东最忌讳有人向他递交联名信 集体觐见 认为那一定是小组织小宗派活动 可能危及他的领袖地位 四年前高扰等人所以惨败 正是犯着这一大忌 于是以科兴师李景泉为核心的高调俱乐部重要成员们 如安徽的曾熙胜 甘肃的张仲良 河南的吴知浦 湖北的王任仲 广东的陶筑 浙江的江华 加上中央机关的贺龙 李富春 谭振林 彭真 康生 安子文 陈子华 陈正仁等人 便一一轮番着向毛泽东主席个别汇报近年 谈各自对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看法 这些个别汇报一面倒的捕风捉影 添油加醋 内容包括 彭曾在西北讨论组说 43年延安整风期间召开的华北会议上 为百团大战 操了我40天娘 现在工农业 国民经济搞成这种局面 又该操谁的娘 彭的意见书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个人决定一切 左的政治倾向 纠左比纠右难等观点 是直接冲着中央主席来的 彭下部队视察 公然反对直战员们唱东方红 还说社会主义好的歌词应当修改 彭宣扬一种观点 犯了政治路线错误的人 其错误是无法由他本人来纠正的 彭在火车上说过 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 农民太老实了 要是去年的大跃进发生在东欧国家 人家早请老大哥派红军部队来解决问题了 彭现在一点都不孤立 会内会外都有相当多的人支持他 拥护他 现在党内党外 牢骚盛行 怪话不少 什么物资紧张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 内政还不如台湾 最高领导者独断专行等等 彭的意见书 就是在这种大气候大背景上出现的 很具代表性 毛泽东对这些个别汇报 一般居面无表情 只是认真听取 至多表示个知道了 唯独听了科庆师汇报的 黄克诚谭振林吵架的事 大有兴趣的问 吵什么 黄克诚上山就吵 科庆师回答 还不是为了周汇 黄克诚同志护湖南二周的短 周汇一盆冰水泼了整个庐山 说去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50大板 毛泽东却想起一件事 那是1949年夏天 刚住进中南海不久 一次黄克诚来汇报工作 谈起当年在东北血战四平失利 仍然怒行余色 至今不明白 那次为什么要打四平 以硬碰硬 我战前提出不打那个消耗战 但没有人听 找林总反应多次 也不答复 结果吃那么大的亏 毛泽东不得不告诉黄克诚 莫怪林彪 把四平是我的决定 黄克诚竟当面顶撞 你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不悦地说 整个东北战场 后来还是我们赢了 黄克诚却仍不改口 能够避免的代价 还是应该避免 四平血战 我们拼掉了一万多人 科庆师自然不知道 毛泽东心里的这段曲折 毛泽东想了想 终于说 周汇是去年被插了白旗 借机出气 按他们几个的调门 指标越低越好 只许泄气 不许骨气 谁反对泄气 就是压力 就是不民主 大约只有彭德怀的信 符合他的心意 黄克诚是总参谋长吗 既互帅也互将 天经第一 科庆师说 主席啊 现在会议的风气 是笼统抽象的谈成绩 具体形象的谈缺点 会上会下大谈特谈 这样谈下去 越谈越泄气 今后还怎么越进 毛泽东说 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完全停止大越进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 党内一部分材料 我还没有看完 我看你们也不要着急 要能听坏话 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 要硬着头皮顶住 当然 我这意思 你暂时不得外传 科庆师温顺的点着头 明白这是向他交了底 主席对他的信任 甚至超过了李景权和谭振林 大约在主席心里 他科庆师的耿耿中心 也胜出李景权们一筹 于是进而又说 主席 我不能不向你报告 自彭的信被印发出来 你的几位秘书同志又大为活跃 毛泽东问 怎么个活跃法 科庆师说 我每天晚饭后散步 都见周小舟 周慧 李锐三个 去了彭德怀和黄克城的住处 近几天去过彭煌住处的 还有滕代远 谭正 张文天 有人私下开玩笑 山上有个湖南集团 毛泽东不以为意的说 湖南集团 我看他们是开同乡会吧 很好 科庆师替我放起流动哨来了 科庆师说 只是饭后散步 留意一下而已 毛泽东问 你不是讲我的几个秘书 近些天又很活跃吗 科庆师说 是说 前天晚上 乔木同志 博达同志 小舟同志 冷熙同志 李锐同志 都聚在田家英同志的住处 议论彭老总的信 他们正谈着 张文天就进去了 毛泽东警觉的瞪了瞪眼睛 洛福找他们了 怎么议论的 情况不寻常 越闹越离谱 科庆师说 李锐同志观点鲜明 称彭总伟大 全党全军 只有彭总写得出这样的信 是大英雄 周小舟表示赞同 称彭总 攻标轻史 名垂千古 陈伯达同志说 彭老总 攻标轻史 是因他的战功 而不是这封信吧 乌冷西同志说 中国的历史太古老 太长远了 史籍浩如烟海 金人能在其中 站上一两行文字 也就不错了 张文天同志说 他正在准备一个长的发言 想到会上系统谈谈自己的意见 胡乔木同志说 彭总的信可能惹出麻烦来 大家不要高兴太早 田家英同志则是重复了一遍 他回四川蹲点 反对高密职 受到李锦权同志批评的事 没有直接提到彭老总的信 毛泽东忽悠想到周会 周会没有参加 柯景师说 大约因为没有当过主席的秘书 没有进这个圈子 毛泽东点点头 他牢骚大一点 倒是个做实事的人 对了 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 利用散步的机会 去听了墙歌 从前我们乡谈乡下人结婚 新郎新娘进洞房过头一夜 里里男女有去听墙歌的风俗 可算作一种性教育 柯景师红了红脸 连忙说出一个名字来 毛泽东笑笑 是他 他告诉你 你又来告诉我 这个书呆子 现在也不大来找我了 柯书记 你不要出卖朋友 这是我知道就可以了 注意保护他一下 你刚才反映的情况 大约谢政伟他们也有所掌握 洛府为什么去找胡乔木田家英 他的手越伸越长了 张文天经过认真思考 决心在会上做一个长篇发言 用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 来剖析去年的大跃进 带给全党的深刻教训 他深知这样做是知难而上 范言直见 担着极大的个人风险 很可能搭上自己的政治前程 但他责无旁贷 义无反顾 一是为着替那些他在实地调查时亲眼看到的安徽 江苏 广西等省区的基民们请命 二是为着态度鲜明的支持彭德怀同志的信 既是共同的观点 就要有共同的担当 如果说彭总的信表达出来的是忠诚正直的革命者的道德勇气 他张文天的发言将要表现出来的就是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勇气了 田家英是位职务敏感作风正派的后生晚辈 知道张文天要做一个长篇发言 于是深夜打电话提醒 去年大跃进的德师 总理已讲了 肯定德大于师 德是七个八个九个指头 师是一个两个指头 也是主公定的基调 判不要否定这一基调 关于国民经济三种所有制关系 少奇同志讲过话的 其中也传达了主公的看法 关于粮食产量 钢铁产量 食堂问题 张文天知道田家英是出于好心 怕他惹祸 才提醒他 这也不宜说 那也不宜讲 家英啊 山上行事生变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 要服从的不是权势 而是真理 田家英在电话里说了声 惭愧 你是前辈 我只是担心事情闹大 惹出雷霆之怒 就在张文天准备发言的当天早上 轻易不给他电话的胡乔木来了电话 张文天同志 听说今天下午你有一个长的发言 我的意见 你尽量短一点 有的问题 点到为止 张文天问为什么 胡乔木含蓄的说 现在不是发表长篇大论的气候 家英也是这个意见 请体谅我们的心情感受 张文天说声知道了 谢谢提醒 就放下了电话 他认为田家英 胡乔木都欲劝阻他的发言 生怕他和彭德怀一文一武 相互唱贺事的 彭总写信 我发言 岂是为了我们的个人名节 为的是天下苍生 那么多省区的农民群众在恶肚皮 在桃荒 在患水肿病死去 而我们这些为人民服务 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高官 却聚在庐山当神仙 白天游山水 夜晚鱼歌舞 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 安危 天地有正气 人间有中魂 时间是7月21日下午 在柯庆诗任组长的第二组 张文天照着自己拟定的提纲 做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 他声音平缓 唯唯道来 从容不迫 却于平缓之中 字字金石 聚聚雷霆 其间柯庆诗 曾熙胜 张仲良 李富春 廖鲁言等人 频频打断他的发言 博斥他的妙论 他每次都很礼貌 很耐心地听完这些人的插话 但不为所动 继续照自己的提纲 侃侃而谈 同组的胡乔木 周小周 周慧等人 则一面暗自佩服他的无懈可击的理论逻辑 一面也暗自替他捏 两手冷汗 不知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他们还注意到 柯庆诗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列席会议做记录 张文天在发言中指出 现在有种普遍现象 认为缺点讲多了会泄气 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 恰恰相反 缺点定要讲透 不要轻描淡写 对群众的积极性应当有所分析 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积极性 应当保护 鼓励 盲目的缺乏理性的积极性 则应防止 制止 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的是真理 马克思说过 革命时期容易办蠢事 列宁也说 要正视这些蠢事 并及时加以纠正 科庆诗插话 按洛甫同志的意思 我们去年的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是全党全民办了蠢事 对于科庆诗的挑衅 张文天不予理会 而说 产生缺点的原因 可以讲得具体些 其后果也是多种多样 比例失调是指标过高 求成过急 共产风主要是混淆了 所有制和暗劳分配两大问题 虚报浮夸 强迫命令 是不允许讲真话 不允许怀疑所致 否则就扣上右倾 官朝派 秋后算账派等帽子 如钢铁指标过高 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高 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 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过大 边勘测 边设计 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太大 工程质量也差 报废的半截子工程不少 去年一下子新招工人2000多万 给城市供应造成很大压力 工业战线人浮于世 有的甚至无活可干 企业产品不配套 任务朝令夕改 不能体现产品价值 半成品积压浪费严重 产品质量下降 市场供应紧张 物资储备减少 财政节余用光 外贸出口萎缩 全民练钢不单是赔了50个亿 最大问题还在于 9000万人上山 使农业蒙受损失 封产不丰收 去年什么事情都提倡全党动员 全民上阵 甚至要求全民写诗 弃义人口 弃义诗人 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 曾希盛插话 大家都听到了 张文天同志把去年的大跃进 描写成一片黑暗 我坚决不能同意 廖鲁言也随声附和 去年辛辛苦苦干一年 被说的一无是处 体无完肤 张文天只是温和的看 曾希盛廖鲁言二位一眼 继续说 对于去年出现的问题 应该从思想观点 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上去找原因 这样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 避免今后重犯错误 强调主观能动性要有节制 强调过了头 不顾实际情况和条件 就成为主观主义 精神万能 好大喜功也是可以的 但要合乎实际 否则就会弄巧成桌 欲速不达 好心办坏事 蠢事 科庆师插话 洛府同志 你是指去年的大跃进 弄巧成桌 是坏事和蠢事 张文天不理会科庆师的刁难 继续说 领导经济工作 光靠政治挂帅不行 还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有的人根本不懂经济规律 又看不起经济规律 公然说不用算经济账 只要算政治账 这是不行的 今天总结经验教训 尤其应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 不要再不懂装懂 李富春插话 你这是在教训党中央和毛主席 张文天又温和地看李富春一眼 继续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许多事情我们缺乏常识 又满足于外行领导内行 不能随意推翻事物的规律 更不能随便吹牛 生产措施要有科学依据 光用土办法蛮干不行 蛮干是要死人的 要学会尊重科学 尊重知识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之类的话 要谨慎 吹出去了 又做不到 有损微信 失信于天下 科庆诗插话 你这是公然反对政治挂帅 反对超英赶美 我要和你辩论 张仲良插话 你讲的不对 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 1957年之前 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 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 难道还不是大跃进 去年我们全省粮食 也增产了41% 我们破天荒 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 一直在认真听取张文天发言的 周小周和周慧 这时眼睛都睁大了 这个张仲良 还在红口白牙当众讲假话 去年甘肃粮食增产41% 你那个省明明有十几个县份 严重缺粮 再饿死人 南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 从外省替你们紧急运粮 你却在庐山上如此厚颜 张文天也了解甘肃当前的饥荒情况 他没有理会张仲良这种无耻的省委书记 继续说 毛主席在四月上海会议上 号召全党干部学习海瑞 敢于为民请命 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要舍得一身寡 不怕革职 不怕开除 不怕坐牢 不怕离婚 不怕杀头 叫做五不怕 这是对的 但光是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 人总是怕杀头的 被反动派杀头 流芳千古 被自己的党杀头 却会遗臭万年 所以问题的另一面 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气氛 环境 使得党员敢于发表不同意见 形成生动活泼 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柯敬师眼神阴森的插话 洛府同志 你这是向党要求自由 你是不是觉得党内不自由 在阶级社会里 自由有两种 资产阶级有了自由 无产阶级就会失去自由 张文天等科庆师住了口 才又坚持讲了下去 必须在全党干部中提倡 讲老实话 办老实事 这个问题对我们执政党特别重要 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 讲我们共产党英明伟大 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出不同的意见 绝不能因为人家讲了几句不同意见 就给扣上种种帽子 是否提错了意见 就一定是官朝派 机会主义 右派 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 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 这样做 对团结干部有利 对工作有利 总之 民主空气 集体领导 集体智慧 至关重要 根本问题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使之制度化 李富春插话 洛府同志 你今天的发言和彭老总的信相呼应 当然你更有理论 比他更深刻 全面 系统 张文天 见把他和彭总扯到一起 在发言的最后一段 干脆来了个坦诚相认 彭总的信 我是支持的 他是我们党的大英雄 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人物 他的信的中心内容 是希望总结经验 改进工作 本意是很好的 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 不提可能好一点 提了也可以 去年全国大瓜共产风 难道还不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柯庆诗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脑子快 比头活 散会时 他已替柯书记总结计算出来了 张文天的三小时发言八千余字 讲成绩只有二百七十余字 用了三十九个担子 十三个比例失调 十二个生产紧张 一百零八个损失和很大损失 以及一大批太高太急太多太乱等字眼 以下这简单stre ном有首一 близ 相选择